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高楼大厦,看被人已经玩烂的景点,no no no,要看当然看雄伟美丽而又罕见的东西 闪电歌今天带来世界上最神奇的自然景观 地狱之门,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沙漠露营圣地,位于土库曼的卡拉库姆沙漠中心 这个天然气坑又被称作火焰坑,直径69米,深30米,总面积5350平方米 是在1971年钻探石造成塌陷后形成的,大量的天然气与有毒气体不断外泄 于是地质学家点燃的天然气,以避免有害气体泄漏 直到今天,这把火却整整燃烧了40多年,还未熄灭 所以当地人称它为地狱之门 亚伯罕湖的可燃冰 每年11月份到来年3月份,位于加拿大的亚伯罕湖 都会有大量的冰冻气泡产生 这就是传说中的可燃冰 它是水和天然气在低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固态洁净物质 浴火即可燃烧 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时,冰冻气泡会滋滋作响 场景非常壮观 不过如果周围有一丁点火星,就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 俄勒冈的雷神之井 这是一个神奇的海边大坑 仿佛是被雷神的锤子猛击而成 它的直径大约有5米 在涨潮前后,海浪会从井中猛然喷出 随之又倒流而下 人们都以为这口身不见体的大井直通海底世界 甚至是通往异世界的入口 这让雷神之井充满了传奇色彩 事实上这口大井是连接着太平洋的 它是海浪长连的月不断冲刷所形成的 南极雪瀑布 在白茫茫的一片南极冰川中 它像是山河中流淌出的雪色河流 染红了雪白的泰勒冰川 人们会因为它的雄伟壮观而感到震惊 这是因为在冰川下400米的盐湖中富含铁元素 还有着大量依靠水里的硫磺和铁生存的微生物 这种微生物已经被冰川隔离了150多万年 它们共同造就了雪瀑布 撒哈拉之野 它是全球最壮观的地质奇迹之一 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西兰部的毛里塔利亚境内 海拔高约400米 直径达到48公里 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大的橘石 即使在太空上也清晰可见 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由于陨石撞击而形成的 后来一些地质学家提出 这可能是由于地质结构上升或侵蚀造成的 撒哈拉之眼这一团至今还未得到科学的解释 还有哪些神奇的自然景观 令你印象深刻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